大部分婚姻问题是由夫妻双方沟通不够导致的 是我的对呀 随着夫妻双方的熟悉浪漫和潇洒荡然无存 你看看 你看看 唐环你有事谁呢 谁心里有鬼我说谁 我怎么心里有鬼了 你背着周喜墨跟骆小夕那啥 你那就心里没鬼啊 我不是失忆了吗 再说了 就算是我没失忆的话 就周喜墨那样 我也 什么味 什么味 你也咋的啊 我也必须得把记忆找回来的 对吧 喜墨这么晚了有事啊 我来帮你找回记忆啊 我来帮你找的就是晚上记忆啊 哎呀 看你这意思 你今天晚上要住这呗呀 有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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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唐环睡觉轻 平时我翻个身他都醒 你看你要是再过来他就恐怕 休息不好 是吧 唐环 没问题 没问题 你咋问题 啥问题没有 你别给我挤我挤我挤我眼睛也没问题 哦 没事 你们俩忙吧 啊 一好了伤疤你就忘了疼 哥哥的话你别当耳旁风 你不习惯啊 习惯 习惯你躲什么呀 习惯性的躲 再说了 你现在躲 还有用吗 习惯 你干啥呢 给我们家小姐打精 打啥精有病 睡觉 呦 妈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干嘛呢 瞎看什么呢 我给我们家小姐打精 打 什么意思啊 怎么周星末晚上打个睡 睡在上面啊 可笑得很 睡上面怎么了 很正常啊你 还挡你 你这么长个溜啊你 不行 我得上去看看 不 prices 你上去干什么 人家自己私人空间 你什么私人空间哪 你 唐欢 唐欢 什么时候了 你敢想睡 你快起来吧你 起来了啊 我去院门这里睡 还早有 你能不能有点正义感呢 你看没看见 周星末都欺负他家门口了 你说话注意点啊 你别说到时候 是吧 快起来起来 别让了地儿 不是 你怎么下来了 起来 唐欢你往前 我上哪儿去 上哪儿上哪儿 快起来起来 上哪儿去 我又有病了你 快点快点 有病 我不怎么的 下点睡觉 太好了 真的 你看好了 保持住 放心吧 我就在我那屋卡那里 嗯 吵啥 你怎么下来了 没想到小姐还是老样子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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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来 我过来 我上这边来 你 玩手了 你 你跟谁俩 �人 疼 不 五 三 你 你 我 似乎